各位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給大家介紹牙周病 牙周病很可怕 牙周病一般叫齒盈炎 或是說 牙齒的牙齒的部分 如果說是健康的話 牙齒可以保全嗎 保得很好 比較嚴重的話 牙齒又落越來越多 等到整個地基 全部都髒髒的時候 牙齒都有一排掉落 這是非常危險的 就是說等於就是整個 像我們譬如說一個公司 你發現很多問題 它腐臭爛掉 然後就啪就整個倒掉 那就沒有辦法來穩護 所以我們要常常保持管理 管理好 清潔好 然後讓它長得很乾淨 牙齒才有辦法繼續去消化 保養有很多的方法 當然是牙刷 我現在是用這種三種的 然後就是刷牙的話 當然就是要上下左右 前後 那麼刷牙的時候 你看齁 是幾點牙刷 稍微有點濕溫這個 OK 然後就開始刷 那你刷的時候 你呢要上下刷 這樣子 這樣刷 刷進去 上下刷 而不是說阿左右一下刷 這樣才清楚 就刷得乾淨 然後呢 然後這樣上下刷刷很工整以後 然後你可以從這個面開始刷這樣 好 然後你刷正面的時候可以左右稍微再偏一點這樣 這樣刷到旁邊 把它裡面容易帶出來 然後上面也是用同樣的方法 好 好 很快給大家解釋一下 我刷刷的側柄 但是呢 這個是基本的 每天呢 你就是兩餐之後一定要 就是說 最好是三餐之後都要刷 但 最近聽說 我有牙周病 牙周病的話呢 可能就是要用特別的牙膏 這樣做 然後還有就抗過敏 因為你的牙 你的牙陰開始受到腐蝕 那就不好啦 不好的話 像我就買這種牙尖刷 我覺得這還蠻好用 這個就是 要把它 要彎曲 然後呢 就進去 來 來把裡面 他 我有個朋友告訴我 叫我不要花太多 什麼幾萬塊錢去 弄個牙周病 他說 你就用這牙尖刷進去 然後刷他看 進去裡面看 你可不可以拉出一些髒污 這樣 然後 但是他說不要硬弄 硬弄就不好 他說這裡面有時候 可以用一些髒污出來 你看 好 這個說 怎樣 怎樣 慢慢的 拉 好 你看 就拉出一個 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有點髒髒臭臭的 那這樣子的話 就不是很好 那這個東西呢 就要把它除掉 丟掉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怕再感染 所以我現在 看看 我右上方有沒有 好 這樣 可以這樣拉拉 然後 把這個放進去以後 然後從那邊吃 這樣 稍微有點痠痠痛痛 哇 還蠻痛的 嗯 把它拉出來 好 這次拉出來 是 這個東西 也是一樣 酸酸臭臭 覺得這不是很好 尤其是這個 好 這個讓我真的覺得 牙軸病真的非常不好受 不健康 這根本就是說 最基本的東西要做好 所以才會這樣腐爛 它這個 當然 我們在 預防感染 然後 我再看看 右上 這個 左方 左上方有沒有 這可能 快把我挖斷掉 再換一個 拉一下 然後 喬到這裡面去 看裡面能挖什麼髒的東西 喔這個地方也是蠻痠痛 好 又抓出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 也是不是很好 髒髒的 那麼當然 像這種骯髒的東西 我們就要把它 丟掉 好 可能要換一隻 因為這 快被挖斷了 然後 也是一樣 傾斜一下 好 那 喔 這個也是 痠痠痛痛 然後稍微 輕輕往裡面喬一下 很痛 拉 喔 這個 反正這些髒污 在你的裡面 就是說 會發臭 然後 就是 會發爛 然後你呢 壓硬就不飽 牙齒就不飽 整個垮掉了 就不好了 所以要 所以是注意 好 那麼 我們再 好 我們再來看 周拍下面 進不去 進不去 有 有點感覺 這一次 又拔出來了 而且這個好像有點慢 而且也不是很好笑 這個 應該很嚴肅的事情 應該很嚴肅的事情 牙周病 太可怕了 好 我們再看還能拔出什麼東西來呢 前面這邊 其實這裡這樣有點痠痠痠 好 這次可能比較難拔一點 好像卡住 好 哇這個每天都要保養 每天都要保養 那既然每天都要保養 都要每天做嘛 都要天天來做這件事情 不然的話 可能就是說 牙周都會爛掉 最好是 到最後可能整個都要拔掉 那就很危險 所以我們要 我先來用這個 綠色的一個 塑膠水 一般是要30秒 但是 因為今天 處理蠻多的 所以我們 趕快來繼續 往裡面看 還有什麼地方 有痠痠痠痠痠的感覺 哇這個裡面好像 裡面 太 非常痛 醫生有跟我說 不要太用力 太免叫 你看 哇 這有拔到 這可能要 要科技了 可能要叫醫生看 如果自己可不可以 辦法解決了 因為 可能要用科技 3G的 技術來做 然後 這個牙齒真的麻煩 好 我們來看 從 呃 右上方 那邊看 看這些 可不可以拉出東西 啊 啊 又拉出了 真的是很難受 很難承認 自己非常難受 尤其是 在鏡頭面前 真的是 百感交集 因為 又痠又痛 然後 非常苦 啊非常難過 非常軟弱 那我們在 示範最後一個就好了 好不好 啊 看 這樣完全是阿姨 喔這個 有有有 還蠻鹹的 這次 問問看 欸還蠻香的耶 奇怪 怎麼會這樣呢 怎麼怎麼 把出來湊的東西是香的 我覺得 也蠻怪的喔 不過真的是香的 好 那麼我們現在當然是 要 30秒 啊 有點受不了 不過 這個是對 口腔比較好 那麼 我用綠色的這個 漱口水 每天都漱口 然後 去牙齡看看 不然的話 可能那個叫純王齒 是汗呢 就是說 牙到時候 整個爛掉的時候 全部都垮了 就 就糟糕了 所以 希望大家 就是說 能夠保持 這個 口氣清新 好這樣 也才能夠跟 男女朋友接吻 夫妻老公 接吻 不會討人厭 不然的話 每次出來都討人厭 搞不好喔 那麼臭 OK好 那就今天就給大家示範 到這邊 好謝謝 拜拜